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古希腊跟这个斯巴达这几国家 它产生了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 怎么说呢 叫一种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恶性的竞争关系吧 就是说有你就是只能够是你死我活 还是同样回到历史的那个本源去看 当时的一个情况就是像斯巴达的那种社会制度 跟那个雅典的他们那种社会制度是得科不入的 它是两种不同的 比如斯巴达类似于这种军国主义的这种社会制度 跟罗马的 跟这个希腊的那种就是所谓的这种 雅典的那种那种那种城邦民主制度 它确实是一种格格不入的一种制度 所以说在正是因为这种制度的这种差异 就会导致游戏规则的差异 这种游戏规则如果不能够达成一致 那么只能要不是你按我的玩 要不是你就我得按你的玩 我觉得这种东西才是这个休息底德陷阱 之所以会出现或者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而如果从这点来看现在的这种美中关系 美中竞争 那我们就会看到 当然这里边那个谁 他就说过如果任何其他国家 说那个威胁到美国这个世界老大的地位 美国也不会坐视不管 这点他说的很明确 美国不容其他国家和自己平起平坐 这种观点对不对呢 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事情 因为就是说 这种不让其他的国家说 那个威胁到自己的这种地位 我并不是说替美国这个就是涂脂抹粉 其实这个背后也暗含着一个国家责任问题 另外一个 你从整个的经济体量 领土面积 人口数量 在整个的自由世界 其实是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国家 可以取代美国的地位 也就是说美国他有 他有必要为了维护战后的这种 这个国际秩序 能够维系这个大体上70年左右的 这种大体上的和平 没有发生这种世界大战 他必须得要捍卫自己的这种国际地位 当然这里边我也不会排除 他有他的国家利益在 但这些很多的东西是交织在一块的 大国是不是能够坐视 一个新兴国家的崛起 其实我们从历史上看 正面的跟负面的例子 我们都可以看到 比如说英国和美国之间 就没有就没有发生 就是说用这个休息底德陷阱 这种 就这种概念去可以套用的 这种两国之间的恶性竞争 当然那独立战争是另外一回事 独立战争是一个 那不是说因为美国当时已经崛起了 而是属于他 就是内部的种种的政治原因 经济原因导致的一个 内部的矛盾 但是英国和美国我觉得 他用了英国和德国来做比较 其实用英国和德国做比较 其实倒是更有一些可比性 英国和美国 文化渊源关系太过深厚了 对 而且还有一个实际的问题 我倒不认为英国和美国之间的 这个崛起相互关系 能够作为一个典型的 去可以比照的一个参照的一个过程 他还说过 他说根本就不存在和平崛起 就这个概念他认为 根本就是一个 一个伪概念 有没有比如说 两方是敌手 敌对的 另一方他不是战争 而是像病毒一样侵蚀呢 有可能 那期节目里边他也提到两个概念 不是他提出的概念 以前就 就是一个是冷战 一个是冷核 就是在通过某种 这种框架 达成一种 双方接受的可以平衡 维持一个基本的和平局面 然后另外呢 就是他提到那个产业升级的问题 就是说你做不出来 7纳米5纳米的芯片 你只能做大哥大 那对方能 要不要买你的大哥大 就是问题了 那你就失去了市场了 这个是没错的 比如说他可以造 那个汽车能用的芯片 然后你发现呢 在他那造汽车能用的芯片呢 已经技术过关了 可靠了 然后又便宜 所以说呢 你就把汽车需要的芯片的生产呢 就放在他那了 然后你这边的厂呢 就慢慢就荒废了 卡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卖给他那个 3纳米5纳米7纳米的芯片 然后他说 我也不卖给你汽车芯片 你说没关系 你不卖给我没关系 我可以生产 但问题是 不是说你可以生产 你就能产得出来的 你要解决 现在这一年两年 你重新建厂 这个时间段的需求的问题 你虽然是卡住了对方的脖子 对方勒住了你的裤腰带 没错 另外呢 就是他有说到 说美国在冷战期间 事实上没有把苏联放在眼里 然后事实上 他当时是为了动员国会 提供资源来布局欧洲什么的 那这点我倒是没什么疑问 然后他有说到 美国有优患意识 现实主义 联合博弈 什么的 疑问就是在于 绝对的这种科技 创新 实力 真的就能够决定你的胜负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 也牵扯到 其实咱们以前那个 就是说过的 也讨论过的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的这种中美竞争 跟冷战时期的美俄竞争 其实是不可同而语的 两种不同的竞争形态了 以前跟苏联之间 几乎是断绝了往来 就是你搞你的 我搞我的 看咱们谁搞得厉害 你现在就是这种 病毒入侵式的这种 就是变成已经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我想当当时在构建 那种冷战 所谓模式的那些专家学者们 他们也没有想到的 就是美中关系演变成 如此一个提手的问题 现在不是说 你把不把它放在眼里了 而是它已经在你身上了 你可以不把它放在眼里 这没有问题 中国绝对也不甘心于 做一个所谓低端 低端产品的加工大作 还要实现自己的 这种产业生机混乱 这些都没有问题 这是任何一个国家 都很自然的 应该会去想做的事情 因为它发展 这总会要迈过一个台阶 再过一个台阶 但是我认为 美中之间的这种竞争 它到最后 还是应该 就是一个所谓的 我刚才说的 这个游戏规则的不同 中国觉得 现在的这种游戏规则 不利于自己的发展 也不利于自己 变成真正的世界全国 好 它不是说 通过改变自己 适应这个游戏规则 而是要改变游戏规则 让规则来适应自己 先知道 又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了 就是中国的这种极权国家 这种极权主义 如果按照它的方式 重新构架世界秩序 按照有利于 现今中国的这种 意识形态 政治体制跟社会体制 为一个基本的一个 出发点 去构建一个世界秩序 那么这个世界 会变成什么样 因为我们不是在纸上 谈兵的说一个中国 那是一个我们曾经生活过的中国 我们了解的中国 我们也试图看到它 人民能够富足 生活能够幸福的 那么一个国家 但是事实上 它现在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因为从种原因 它现在获得了一定 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但是它所做的努力 除了这种公开的 这种意识形态的宣教之外 它的最根本的核心 还是要想方设法 在稳固共产党的 这种极权统治的前提之下 或许这个时候 老百姓在物质方面 能够分到一杯羹 那但是你说 你指望他什么时候 在人权方面有所进步 在思想方面有所开放 我是看不到这种结果 正是因为看不到这种结果 所以说我很恐惧 如果对中共的 种种作为掉以轻心 那么我们未来的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之前一直说他们眼中根本就没把中国放在眼里 很多就是基于充分的这种理论研究 充分的数据和充分的这种专业的这些系统 也可以叫做理性的傲慢 我是很尊重这些学者 这些专家 他们的研究 他们的这种思考 同样的跟 跟其他任何的理论一样 我们都只能够把它作为一个 就是一个观察问题的一个 一个不同的面向 不同的角度 我想按照我们的这种 思考习惯 跟这个 人生经验 应该不会简单的去陷入到 听到一个理论 马上扑通跳进去 无论好坏就开始畅游起来 之前我们不是老说 为什么不听专家的 或者说防疫 或者什么的 其实从这一点就是 他们是专家 他们可以提供所有的这一切 但是真正去做决策的 还是必须是那些政治家 或者说我们 我们开个玩笑的话说 如果这个世界 整个都是由专家 就那个决策的话 未必比现在更好 所有的国家 包括中国 都玩专家之国 就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只能够是 让我们思考问题 跟观察问题 多一个不同的角度 跟多一个不同的面向 很有价值 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对 而且有的时候 政治家可能他会 带一点冲动 带一点冒险 的那种精神 就跟商人似的 他要是都是按着 经济学家那样的话 他做生意是做不了的 企业家商人 他们本身带着 有一点投机 有一点冒险 然后有一点承担力 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 做出去了 回到我们说的 又属于 其实人自己 本身的一些性格 人文 政治 经济 这方面是 给人类做出过 很大贡献的一个学院 他还提到一个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的问题 说发达国家不存在发展的问题 发展的问题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学科内部的 为了作为研究的定义 那么对于学科外部的人来说 如果乍一听的话 其实有可能会引起一些误会和混淆 这种概念的界定 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 这个提出这个发展中国家 跟发达国家 当时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世界银行提出来的 当时因为要存在一些 好像包括一些 这个世界银行提供的一些 优惠贷款 什么的 他要设 他要设一个门槛 这个发展中国家 他可以有资格获得这些优惠贷款 诸如此类的东西 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 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工业化的水平 你像科威特 曾经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 但他不是发达国家 不是工业发达国家 他只是靠石油有钱了 单一的资源型国家 你说有人结束八国联 一入侵什么鸦片战争 你说人权什么种族什么 又说到什么 美国冲杀印第安 你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不太懂那段历史 你知不知道 到底咋回事 到底应该怎么说 我这个美国 美国跟印第安人的关系 我在那个 很多节目里边都 都谈过这个问题了 说什么 说的 什么新疆什么的 他就说 美国杀的更多 怎么还有一些粉红 也这么说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说 知道那个历史 我还不太知道 但是有一点我知道 是过去了 你不能拿过去跟现在 他这种类比本身 就有一个逻辑矛盾在里面 一个是你刚才说的 你拿现在的东西 跟过去 那么你 我们 我们先做一些定性的问题 你拿中国 现在在新疆的事情 跟 美国过去的事情 像类比 就是你已经承认了 中国在犯美国以前 同样的罪行 对不对 我们首先说这一点 就是说你拿这个做类比 首先在某种意义上 你是承认了这一点 就是我们怎么样 但是你们美国也怎么样了 对不对 这种说法 对 他一直这么说 他就暗含了一个 这个东西在这 然后才 我们就回到历史的角度 去了解一下 美国跟印第安人的关系的历史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历史 那 这个 比如说 我们如果客观的看待历史 有没有发生过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 那么导致印第安导致印第安人口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印第安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印第安人是一个单一的民族 还是一个欧洲的这些定居者 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个不同的部落的一个笼统的称呼 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他们跟不同的欧洲 定居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跟美国的关系 跟英国的关系 跟法国的关系 跟西班牙的关系 跟葡萄牙的关系 我们这个都要把它 就是调分履息 一个一个的说 不能够龙耳统治的说 这个欧洲殖民者怎么样 这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 用共产党的话说 这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就是你没有真正的了解历史 你就简单的给他 加上了一个以你现在的尺度 给他定性的一个帽子 这个不符合历史的原貌 也不利于我们从历史当中 去吸取对我们的当今 依然有价值的正面的一些教训或者经验 人类是从蒙昧走向启蒙 从启蒙走向文明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我们为什么要受教育 为什么要从历史当中吸取这些东西 正是因为让我们可以不再去重复 前人犯过的错误 以一个更加文明的 更加理性的 更加符合人的基本价值的方式 去进行相互交往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期盼一个 稍微有可能存在的一个 更加美好的未来和社会 如果你拿过去别人的犯国的错误 或者犯下的罪行 来为自己现在的这种所作所为 来寻求合法性 或者寻找合理性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光谬的事情 就如历史 拿这个历史来说今天 跟今天的事来 如果你这样做这种 这种简单的漏洞 摆出的这种类比 如果这样可以成立的话 那么人类的文明的进步的价值 在哪呢 比如说谁小时候都干过一些 愚蠢的事情 这个撒尿过尼 放屁崩坑 你长大了以后 你就不这么干了 我知道怎么样有一个 比较体面的行为举止 因为我在学习 我在跟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去观察 去学习 那你 你不能说 你小时候你也这样干过 那我 我那么到三十岁四十岁 还这么干 还合适 这种本身不是一个 就是很荒谬的事情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每一个国家 都会有自己的社会问题 社会矛盾 有这种种族方面的 阶层方面的 各个方面的 那么一个国家 怎么叫一个正常的国家 就是当我们遇见问题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一个 尽量照顾到 所有人的基本权益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你有不满 你可以抗议 是吧 你有 你受到不公的待遇 你可以寻求法律的援助 这种方法 是衡量一个社会的 一个基本的尺度 而不是说 呦 你看 美国你看 又枪击案了 杀人了 美国这个 那个了 但你再跟着看 美国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美国人可以上街抗议游行啊 是啊 亚特兰大这种恶性事件 我们大家都看到 世界各地都在报道 各种人可以选择自己不同的方法去 表达自己的诉求啊 你相反 你可以现在让维吾尔人上街 表达自己的不满 表达自己的抗议 表达自己的诉求吗 甚至你敢不敢让维吾尔人 自由的站出来 表达他们的幸福感呢 你既然那么自信满满 在维吾尔 在维吾尔地区没有干任何 这种伤害人权的事情 OK 你给维吾尔人 让他们自由的申请护照 自由的发出自己的声音 表达自己的幸福 表达对你的赞赏 可不可以呢 所以我不知道这些 小粉红们 他们这种 在中国这种人性扭曲的国家 这种违背人性的国家 他的整个体系的设计 整个的教育 整个的文宣 全部是在给你灌输一些谎言 和一些被扭曲的价值观 和一些不 就是不能够成立的一些逻辑 但是你在这种氛围里边 生活时间长了 可想而知 你的整个的心智 都会受这套体系的毒害 你已经没有办法通过常识 通过一个健全的严密的逻辑 对一个问题进行分析 因为你进行分析的 所有的那些资料 全是扭曲的 你在这种谎言 跟被扭曲的资料基础上 怎么可能得出一个 合乎正常的逻辑 应该得出的结论呢 所以说这个也反映在什么呢 包括在网络上 很多一些貌似反共的人 他们就没有进行 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内省和反思 他们反共用的 甚至也是共产党那一套逻辑思维方式 比如说不去 对这个事实进行严密的 多层面的这种资料的收集 和这种分析 只是从这个材料当中 选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把它进行夸大 用这些片面的事实代替真相 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然后认为自己的结论 就是唯一的颠覆不破的真理 别人的都是扯淡 都是荒谬 都是非准即坏 这些东西本身都是 共产党的这套体系 教育下形成的这种 违背一个正常的这种 观察问题的方法的这种 形成的这种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 那所以说 我们如果要真正的进行反思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从自己的这种生命的深处 这种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 思考方式的方方面面 甚至我一直想 从一些基础的与会本身 都要进行突破 都要进行反思 都要把它就是掰开了 揉碎了打碎了重新梳理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 很难的一个过程 而且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因为这个过程的开始 就是从自我否定开始 自我否定 不是一个所有人 都愿意接受的 一个痛苦的过程 所以你可以想象 在中国的那种文化氛围 跟政治氛围里边 出现这种小粉红 一点都不意外 无论他在他的专业方面 有多么高深的造诣 他是一个什么IT方面的专家 但是他未必在真正的层面上 成为一个已经跨入了文明社会的人 就更不用说那些 在国内的那种 从小就是按照共产党的教科书 长大的那些小粉红了 外交辞令上面说 这个建设性的这么一些成果 那是不可能 这两个国家现在距离这种 什么建设性的成果 有意义的这些协议 已经越来越远了 而不是越来越近了 我们把这个川普政府 跟拜登政府都抛开去 不去陷入到这种穿粉穿黑啊 什么这些拜登支持的这方面 我对美国整个的就是说 他的这种战略的这种改变 还是有信心的 因为这一旦形成了趋势以后 所谓的就是形成了 有积攒了他的这种momentum 这种势能之后 呃是很难改变的 就是无论任何一个 哪哪一个行这个 这个行政当局上台 也很难以改变这个事情 那哪怕从那个商人的这个 就是商业利益的角度来说 他也会慢慢的选择 就是离开这种不确定性 因为一个事实的东西 就是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 不确定性在于日益增加 而商人是最不喜欢不确定性 这点我不是太同意 最后一句 因为其实商人是喜欢冒险和投机的 而且呢商人都会 不能说商人都会 有很多商人会有这种侥幸心理 而且呢我们看到从最近的这些年的历史上看 的确呢这些商人敢于投机的 敢于冒风险担风险的 他们迈出了第一步 他们真的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我这个说这个用这个商人这个词比较笼统的说了 是确实有这个有失严谨 不全面 因为这个商人里边也分不同类型 比如说从事实业投资的 它会是一种心态 那从事这种金融冒险的 它是另外一种心态 那它不同的行业可能决定了 这个不同的这种心态的类型 就是如何去看待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 你补充的是很有道理 就是说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 从事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制造业啊 或者或者说甚至的IT这行业的 他们慢慢的在跟中国 开始重新布局自己的所谓的产业链 或者供应链 但是同时你也看到 华尔街跃跃欲试啊 中国是开放金融市场 那等于是给华尔街的这些资金大佬们 就提供了一个游乐场嘛 看中中国市场的这一部分 中国的生产 然后呢供应中国市场 然后其他国 供应其他国家生产呢 会小心翼翼的 慢慢的有可能会撤出来一些 终极意义上讲 这等于是把中国的外贸这块 给砍掉了一大块嘛 就是投资进入了 试图加入你的内循环吗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需要一些 这个就是做一些专业的分析的 节目里边他们也提到 他就是说这种加入 加入这种这个 所谓的这种全球化的这趟快车 也对于中国来说 也是一个利弊双存的事情 就是一旦你的经济体 跟这跟这趟列车 真正的捆绑在一块的时候 不仅说是 西方西方世界 因为产业链供应链 跟你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也反过来 跟西方社会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这里边是一个 就麻干的打狼 两头都是心里没底的事情 好像是不太赞同他的那个部分意见一样 但其实我觉得他说的的确挺好 很有参考价值的专家分析 没错没错